嗆嗆三人行 我们跟咱们王莽老师 有一个四季的约会 是吧 一年王莽老师基本上一个季节来一回 一回就录一个礼拜 所以有些话题是他想聊的 我们也特别想让他聊 但是这话题都过去了 可是依然有意思 而且跟咱们昨天聊的也能结合起来 莫言不是得诺贝尔奖的吗 最近就有人说 莫言和莫愁可以参加下一季中国好声音 叫莫言愁 莫言愁 不是叫不言愁 我还听说说明年春晚 莫言向全国人民拜年 问题是你说央视春晚这剧组 我怎么听着像个玩笑 但是剧组正耳八经还要出来回应 这个事情我们还没听说过 什么事情没听说过 就是说坊间有传言 说莫言就定了 明年春晚上他第一个出来给大家拜年 诺贝尔奖就拜年 所以有些个那个什么出来澄清的 都让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因为你比如说咱们咱就不会回应 觉得这不就是个玩笑吗 但是正耳八经的回应也好玩 就像这个中国好声音 最后不是梁博拿了冠军吗 那天还专门出来正式宣布 说我爸不是梁茶 我爸不叫梁茶 广告那个梁茶 因为有人我觉得人家没当真 就说是潜规则是吧 因为这梁博他爹叫梁茶 这搞笑搞的 这还知道的正中声明 这梁不是那个梁 让扎老师说 他不是他是后看的吗 后看他都有很强烈的反应 很强烈反应 我这把奥巴满和罗姆尼的第二场辩论都给看忘了 你看你看 因为知道要来谈这个话题 我之前就避风给我传的那个 我打开看 一看还真停不住了 停不住都忘了 这个本来要看的第二场辩论 据说奥巴马胜出 但是我已经彻底错过了 就看到了什么 我除了看那海选 还看到最后这一期 因为这个东西真的 他这个制作的真的好 就像就是说 有些很好的好莱坞大片 他叫你什么时候掉眼泪 你什么时候掉眼泪 我呢也就很没出息的就很快就上钩就入戏了 然后我呢就看了两集海选之后 再看跳到这个最后这一期呢 我已经就觉得 哎呦 这个有有选择了 比如说就看了半截 我已经就觉得这个梁博 梁博 就是梁博了 我觉得他好像中正之音 其他的几个各有特色吧 但是我好像已经就 哎 你现在就进去了 你现在就进去了 王老师是前一阵 不是 我还是这样 我夏天的时候啊 我在那个北戴河里创作之家 创作之家呢 我女儿就一再给我打电话 说你呀 每礼拜五晚上 因为别墅那时候还没有 每礼拜五晚上 看看浙江台的中国好声音 我看了一两次 我当时还有点啊 自个儿还有点自命 清高高雅 我看我的印象啊 艺术嘛 很夸张 也都喜欢表现自己 动不动还抹眼镇 我一看他抹眼镇 我就不想看下去了 我就不看 结果后来到了这个 就是中秋节 中秋节那晚上播这个巅峰之夜 我的孩子们都那看了 我看了两眼 哎呦 我觉得还有点意思 中秋节那个是 是最差的还是 不是就说是比以前的那个 对啊 后来我在电脑上一弄呢 我头一个听的 我还特别是这个 这个这个 主流 听的是那个平安唱 我爱你中国 他把这我爱你中国 是当摇滚唱的嘛 那叫当 是不是 哎呀我 他嗓子真好 我挺感动 这真是阴晨阳错 然后再一波呢 我听的是什么呢 是郑宏唱这个 这个 这个可是把我打倒了 哎呦 王老师这英文是有癖好 那个余 余成庆啊 就是那个台湾的那个 评委 哈林 他哭成那个样子 我都跟着哭了 哎呦 我觉得真有感情啊 你怎么那么入戏呢 那怎么办呢 我是容易上当 不要 我也是 我不是先承认了 我也是后边那梁博 唱了一个什么 回来 好像是八十年代的 因为我也觉得 眼泪要下来了 我就没想到 就是说 有这么多会唱歌的 对 中国人 还真的一上一个是一个 然后我就对这个 包括有这么多英语 讲的那么好的 你还是落英语 这科目上 对 80后90后 怎么这么多能唱歌的 这个我没想到 而且 主要本身也大 对 还选 十三亿人 里头挑几个唱歌的 给你挑两千个唱歌的 没错 玩似的 挑踢足球的不行 但是挑唱歌的 田间地头的农民 都要随声吟唱啊 这有就是说 这有中国传统 是吧 不是 就是唱歌 唱是人的本能啊 而且你知道 这还是大陆 就是火到这样 其实在综艺节目里头 这个唱歌这种东西啊 你要是去台湾 你就知道了 那任何综艺节目 很大的一部分 其实就跟咱们相声说的 说学逗唱 你看台湾的综艺节目 本质上也就是说学逗唱 就是学嘛 唱嘛 这甚至是 我就发现呢 还到过去 我对南洋这个地方有感觉 包括台湾这个地方 那叫甚至村村歌仔戏啊 就是每个每个小村庄啊 都有一个戏台 就那么唱 对对 这个是对 你这么一说很有意思 我难怪我有这么一感觉 我就看他就前面海选 单纯是唱的时候 你觉得那个是最好的 就是连这个评委 他都只听声音 他不转 他先听 不从外表 也不从这个舞台的效果来判断 可是到了后边这个呢 反而我觉得太花哨了 而且中国人 那不擅长的地方全出来了 你比如一个梁博 这么一个人 你应该就是闭着眼睛听 我觉得就行了 就很干净的一个声音 结果周围的人在那 又耍把势又跳 然后弄了好多好多 做了很多严肃五彩缤纷的 反而乱了 而且那不是中国人 他在上海 八万人的体育场 他卖票啊 你没点热闹 他说那人要退票的 而且广告什么 全来了 广告放在夜里12点了 警察都上来掐脖子了 对 是 所以就说这个事啊 我反正听见各种议论都有 你比如说啊 有这个台 我发现台湾艺人呢 对这个问题啊 比我们轻松 你比如我听见有的音乐人 写文章就讲 说这个中国好声音呢 这就是选一帮麦爸呀 说这个能够这个繁荣音乐事业吗 说这个东西 那就真正的歌星产生的渠道 是很多种多样的 难道就是这靠背 听听什么声音 这就出了 能出来一个 一个好声音吗 但是呢 你要是台湾朋友来一说啊 说哎 这不就是个娱乐吗 你还 国际民生了 你还 就是说 这个你必须把它当娱乐节目 对 你当音乐看 都不合适 是 你当音乐的话 那你 我不是说是 我是一个流星歌的 主要还是听古典音乐 我还听古典 对 我也听 我也喜欢交响乐 是吧 我也喜欢那个 中国的这个什么 古琴古争 连萧笛子的这个 就连刘萨拉玩的那些玩意儿 你叫连刘萨拉 我也都特别 特别 感兴趣 那么你要弹这个什么 维吾尔族的歌曲 我更是 我也热泪 热泪 一唱就流泪 这不是 不是所有的 那我有病 那是结盘 那是结盘 不是这个问题啊 您刚才就说 您这个流泪的时候 我倒想起来 这个还真是有研究的 你看为什么 包括你看电影 有时候你怎么哭的 音乐一起 你就哭了 就是说这个人的大脑 这个听觉中心 听觉 听觉中心 和你的这个情感记忆 这两个中枢 离得相当近 太好了 所以往往你一听 你为什么听音乐 直接就流眼泪 他这个放电 他这个一下子 就是影响 所以你看他们听歌 没怎么地呢 包括纳英 这些都老泡 包括刘欢这些 哇就能哭 我的感觉 我从我的正面的感觉 我也有负面的感觉 咱们待会儿来说 我的正面的感觉 就这样一个节目 移植到中国来 而且很成功 实际上说明 我们的精神生活的空间在扩大 而且在轻松化 你说你别在这儿 再死其白裂 你跟他较劲了 说通过这个提高了多少觉悟 国民经济 对这个建设 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 有什么好处 或者是通过这个 能够提高我们的这个道德素质 谁在这儿说 您说的这些话 就是没有人 所以我就 我觉得这不就很不容易的事吗 你否则的话 否则你不可能天天 我也不是一个 这个中国好声音的一个 信徒 一个狂人 我该干的正经事多了 但这不是也挺好吗 是不是 少男少女 七零后 八零后 九零后 有长得漂亮一点的 有的长得不太漂亮的 那四位歌星嘛 也还各有风度 那郑宏一唱吧 这个刘欢马上 你听那发音 这就是娇英文的了 比他们都高 然后是那个 那个那英 手就马上就要炸上 炸上起来了 那英给人印象挺利索 这人 是吧 东北人 然后那个 那个 那个杨坤吧 我欣赏的是杨坤那块 他往哪里做 那胳膊肌肉挺棒 肌肉呢 你怎么把他放肌肉呢 于成幸呢 于成幸 那哈林呢 他 他唱几歌的 他玩命吗 他 玩命 所以我就觉得 这大家挺轻松就完了 是不是 他们也不是 中央请来的 是不是 也不是国台办请的 对 但是整个这节目 还都挺正面 挺积极 健康 很健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幸福转建源 全球转进企业合作伙伴 回到这片海 发现真正的自己 我的国度 我的上层游艇人生 亚居乐海南清水湾 朋友不曾孤单过 一生朋友你会懂 一句话 一辈子 一生情 一杯 卢州老教 特区老九 这漫漫啊 就是好莱坞大片了 对 就是过去有人批评过 说中国拍这个商业主流大片 说你有没有价值观呢 没错 说你把很多这个文艺片里的乱伦呢 或者这些东西 但是以商业大片的规模放出来 对 就有点不对劲 这是中国摸索期啊 没错 包括这种综艺节目啊 一开头也是神丑啊 就让这些选手们出丑 给大家看 但是你看几年下来 包括广电部也管着呢 对吧 慢慢的他还得健康向上 但是说实在的 你站在某些知识分子的角度讲啊 这种所谓的健康向上啊 也是一种怎么说呢 也是一大俗 就是说 但是呢 这确实应有的 当然一大俗 对 他这个就是一大俗 对 这个不是交响音乐会 对 从这里头你也找不着 中国的真正够购范儿的 这种作曲家 指挥家 甚至于歌唱家 你都谈不上 对 是不是 你不过这里头没有帕瓦罗蒂 但是他 就起码了叫乐乐嘛 乐乐 我跟你说 我跟您想起什么来了 就是那个 这个其实中国也办了一件大事 但影响没那么大 因为他没上电视 就是那音乐剧 妈妈咪啊 英国人做的 他是 他那个故事内容 根本是中国人不能接受的 就是他 他母亲的 把他母亲的四个前男友 都请来参加自己的婚礼 我看过 但是这个 他看着就特别乐 中国呀 他是买了整个亚洲的版权 他们说韩国的导演呢 所以也要到中国来谈版权的问题 他看完了中国的演出以后 他的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就中国人这么高兴 这是已经超出了他对中国的想象 就像有一批演员在那 热的笑的 就完全跟什么都没关系 但是笑成一团 高兴成一团 高兴的 简直是每一个皱纹都 都渗透着那个 简单的快乐 简单的快乐 就是刚我很同意刚才文涛说的 就是说他有这么一 我们成年有这么一个阶段 又想有点标信利益 然后最后又找不着感觉 你知道不知道在哪 就是这主流片给拍成另类了 然后这另类片呢 都不知道拍哪去了 都不知所云你知道 就现在逐渐的这么一个混乱的阶段 逐渐开始找着感觉了 你看这个虽然是就差一个是自己创出来的 这壳超过来以后 但是里边人是自己的呀 对吧 表现的情感还是中国的 中国式的 我在这里边就说你从一个通俗主流文艺 娱乐文艺的角度看 这就是一个进步啊 里头也有蒙古族的歌 对 有遗族的歌 有歌颂伟大祖国的歌 有谈爱情的歌 有摇滚 有爵士 是吧 他什么都有 各种种类 比如说唱伟大祖国的 他也唱出一点摇滚的一种 让你不是觉得很起鸡皮疙的 在那在那像在那唱宣传歌 反而你倒觉得他有 比如说有什么 这个我记得那梁博唱什么 就是这个中国是让我又为你流泪 也为你自豪 他至少他就是说他有一个 有一个正常的这种表达 我觉得这些都是进步 就群众娱乐 群众文化生活搞得很好 但是还有一个课题 就是这该怎么理解啊 就好比上那天 因为我们也有个嘉宾来说 就说现在中国的电视节目 最终你像我们电视台的就看出来了 这玩意儿原样copy别人的 比自己原创的 事半而功倍 甚至功倍多少倍 过去说没有版权是偷的 现在都不是 就正正经经的 就是付了巨额的钱 从外我是看了The Voice 就是他的原版这个节目 对我要说真的是一模一样 当然除了里边 还中国人的感情 中国人的故事 这是不一样的 但是整个这个设计 这个奥妙 很多这一模一样 那么包括很多成功的节目 都是这样 I copy过来 那天就有人说 说这个东西 也不能说明中国人没有创造力 说什么东西都是模仿开始的 但是另外你会看到 我会看到你 前几年还有一个节目 叫谁是百万富翁 在印度非常火 有一年得奥斯卡奖的这个电影 拍的就是在印度的 谁当百万富翁 那种知识问答游戏 这是一个copy全世界的一个节目 我是另外也觉得 这真有点像美国好莱坞大片一样 就说这个世界越来越像 就说有来自发达世界的 一个成功的节目 或者一种影片的模式 推药广之之后 你会看到印度的孩子在玩这个 对吧 你现在有时候看电视 你这个中国和泪随中国好声音 这个节目 你放到一个别国电视台 你看又一个 对吧 就是又一个 他的生活后边 这个文化的这个壳 后边下边承载的 这生活方式实际上在趋通 在趋通 你这个国家现在 我们还算叫发展中国家 但是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了 你知道吗 这个生活方式 就80后90后 他们穿的衣服 他们看的这个网上 看的这些东西 这些信息都很类似了 不像我们比如说那时候 80年代或者什么 你那个时候区别到真的是很大 更别说以前了 他趋通以后 所以他这个东西抄过来以后 他就真的不是完全是抄 一半是抄 一半就是我们这儿的生活 我们这儿生活长大的 就是唱这种歌长大的 我是主张文化的东西 不要过多的去说 它到底是从哪来的 因为这个事不好说 您比如说这电影 整个电影这形式 这是从外国来的 但是现在谁看这电影 较劲呢 说可这形式可是外国来的 只有唱达戏 这才是中国的 反过来说唱达戏也非常好 像现在这个中央第十一频道 就是这个戏曲台 戏曲台呢 其实他也 我有时候也看 也干什么 但是我们不要忽略 这倒是对的 既有这个趋同的 所谓全球性的这一面 他又有这个地域的 民族的 甚至于方言的 那你这个二人传 他就 你还说你喜欢二人传 二人传 你很难把它弄成是 弄成一个英文的 英文的节目 那好看 娱乐性巧 那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核心科技就在格力 格力变频技术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让节能舒适 一路领先 一赫兹 好变频 格力 掌握核心科技 还有啊 就是我想起有一次 您还说到的一个评论 就是当时刘翔在奥运会上 那一幕 对吧 据说呢 还有个评论员 他就讲 就说这个感人 说是这个 就是演的 我们也感动 对吧 那么 这个我为什么想起 中国好声音了呢 因为呢 围绕着中国好声音 包括类似这种选秀节目啊 也无数次的在网上 有人说 您刚才说了 就是说 有人说 这是跟人学的 老叫这劲 但是还有一种叫劲 就是说 这是策划的 排练出来的 这个哭 包括这个 他为什么哭啊 哎呦 这个导演选择他的家庭故事啊 怎么来删这个情 怎么来讲这个故事 就是你好像总觉得 一听人说 有内幕 你当时的那个感动 似乎也觉得 打了两分折扣的感觉 对 对这个怎么看 对 现在这个 这个社会上的各种套路啊 越来越多 这些套路呢 他和商业利益有关 和传媒的炒作有关 也和他把想这个节目搞成功有关 但是我觉得这里头 就我用一个词 就是说 你总还得有点干货 是不是 你完全是靠策划 靠排演 靠预案 那么人家让你感动一次 第二次很可能就非常反感了 是 是不是 你总还是有点真实的货色 就比如说 他声音至少是真实的吧 他讲故事 可能是经过筛选的挑的 或者他一上去就入戏了 讲的就有点变情 但是他的声音 就是说 我们以前就推荐 他们都说要搞真唱 你不要弄个假声来 而且他这里面 好像像一个招牌式口号 老说真声音就是好声音 那他实际上至少 你是个音乐节目 他至少在声音这点上 他没有 没有做包装 他的这个脸型 他的身体也是真实的 怎么会不是真实的呢 其中有年龄偏大的 比如说 有年龄小一点的 有个很有自己的特性的 那里边有个张伟 跟那名字 跟咱们的作家有点相像 他那个头发上 一会儿还梳这么一根 歪着的辫子 我觉得这可随他去吧 这个也说明中国人的 个性的解放嘛 但是这 王老师 你曾经提到 就是现在的这个 很多文化现象啊 你用了一个概念 叫什么空心话 空心话 我不太懂解释 就是说呀 就越弄越热闹 可是里边的那种 思想的灵魂的真 真触及灵魂的东西呢 越来越少 这个包括对我 高度肯定的中国好声音 我也有 照样有这种担忧 对春节晚会 我也有这种担忧 都很好看 大家也很爱看 也大家逗得大家之乐 但是你中心 有个什么思想呢 对张艺谋先生的 许多大片 我也认为也是空心话 对那对莫延先生的 有些作品 你是不是也有这干法 那是你的干法 我确实是觉得 就是他很闹的 外表形式里边 这个触及 这个空心话呢 而且不光是在中国 现在全世界这个 玩的空心话 玩的都很厉害 这就渲染的特别厉害 包装的特别厉害 他的渲染和包装 就已经把你打倒了 这还是美国开的 这有人说 大片文化 大片文化 其实最空心话 就是好莱坞 好莱坞的那个大片 就是好莱坞的本质是什么 表面就是本质 没有本质 接着想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棺文明启示录 它也有的 有的 价值观也很 也很值得